大家好,我是翔老师 今天的话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块料子 还记得吗 就风哥他过来这边 然后看了一下 然后确定买了的这一块料子 然后他又给我寄回来了 当然了,不是退 然后他是要做戒 然后我这边的话 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一块料子 到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会选择先去把它的一个皮给扒掉 你看 种水的话都是相当漂亮的 全身啊,好多地方都有开窗 看到没有 全身对啊,开了好多窗 所以这个料子的话 它的蠻色的概率的话是比较高的 做小件的话是不用考虑啊 完全可以做 所以咱们说要做大件的话 手镯是不是还是要薄一下 原石嘛,没切开谁也说不准 但是末弯机呢 有褶必有裂 像这块料子啊 从它开窗的这些地方来看的话 是暂时还没有看到裂啊 所以的话咱们要先扒皮 然后再看下一步如何操作 这两块呢是佛爷的啊 佛哥 佛哥的话他也是寄回来了 然后来,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一块的话是一个墨西沙啊 墨西沙的一个全薄料 你看 皮壳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对吧 到处都起荧光的那种感觉 已经脱沙了啊 你看 这块料子的话 咱们的话更多的话是玩牌子挂剑 然后哥哥的话也是说 按听我的按我看一下能出什么 然后再听一下师傅的意见 让我给他看的棒啊 这块就是薄一个啊 冰种 像这一块呢也是墨西沙 来你看 脱沙料 这些的话又制发黑的地方都是脱沙了 看到没有 这些也是 这块料子的话 从这个地方来看 它的荧光感啊 你看这边都透了啊 这里打的 这块出大牌子的话是比较稳的 到时候的话就补一个它的进度 如果它的进度绝对到位的话 咱们的话去设计啊 观音大牌啊 什么牌子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做出来的话也是啊 不用说 肯定是物有所值 比较漂亮 你看 那种玻璃的光泽 有没有感觉到 好干净啊 寒光凌厉是吧 来你看到这一边 再到这一边 哇塞 墨西沙 不愧是神仙藏口走水之王 对不对 来行 你就录到这里吧 胡子一会的话 你联系一下家家 然后让他一会的话 送到加工师傅那里 让师傅看一下 然后跟我对接一下 我再跟哥哥们对接一下 好吧 好嘞 你不去吗 你不去香蕾好吗 我今天的话 我一会要出去收料子 我就不过去了 好 好嘞 我帮你拿料子 拿到师傅这里来了 然后现在啊 你看一下哈 这块料子 看到吧 对对对 然后这边我让师傅看一下 那个王师傅 来帮我看一下这个 然后对我风哥这块料子啊 你看一下怎么样 到底要怎么样 给他吃 这个那我可以啊 他肯定的 我风哥 有手 哦有手镯 过来 哎哥 师傅说这个是有手镯的 哦 你是想要那个给嫂子出挂件这些 不想要手镯是吧 哎呦 我哥真的是很霸气啊 手镯都不要 那也可以啊 那我给我哥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想要手镯 他想要一些挂件啊 这些就是多取几个件 这个得用那个线切 线切是吧 可以 可以可以的 那到上这里的话 师傅说给你拿的那个线切 这样的话 那不会不会太浪费料子嘛 好吧 嗯 哦 好好没问题可以的啊 好 他就那 那我就先放了师傅这边拉 哥 那等我们明天确实来再给哥这边联系 好吧 好 哎不客气哎再见 哎拜拜 小白 如果能一起拿出一料了 哥连手镯都不要好 好霸气啊 人家说他嫂子不喜欢 带不上 想要那个 然后 我这个你就这样 这个帮我拿去片片 然后这两块是我另外一个是给哥哥的 你也这个也帮我一起拿去片片 然后这三块料酒 我都给你一起弄一下 到时候出来咱们再看一下 到底要做什么 好吧 那辣妹怎么的话到时候 你也做得比较 就想看一下嘛 好吧 好 那辛苦你了 哎 好 我妈姐啊 不用不用 谢谢啊 嗯 嗯 咱们撤啊 可以了 可以走了 啊 走了 那好的 我不懂该怎么嘛 你还说我好棒 我不想做辣 上个劲吗 佳佳姐 对不对 你也不帮我坐下 别让我穿个高升鞋了 哈哈哈 你蹲着 好嘞好嘞 好嘞 佳姐 一米八的大长腿 嗯 嗨 大家好 我向老师啊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了 然后哥哥们的东西呢 也加工出来了一些啊 之前有路过 啊 一个佛哥的两块冰种 还有我们丰哥的一块蠻色的一个料子 然后蠻色的那一块的话 还是没有出纹啊 这个的话是刚刚镶嵌好的一个 嗯 比较漂亮的一个无视牌 蠻色无视牌 像这一块的话 到阳光下面的话会更透一些 种水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你看 从把衣服往这一带 好大气对不对 啊 这个的话是他啊 怎么说呢 不是特别好的地方做出来的一个键 然后也是比较润的 然后还有取了一些小大面啊 还有戒指啊 还有耳钉啊 三件套也有 但是还没有做出来 其实这一块料子的话 磨皮以后是有座位的 然后哥哥说 不想要手肘 因为圈口可能有点小 然后他说就全部做挂件牌子吧 然后就给他出了这些 然后这两块这些啊 都是佛哥的 佛哥的料子出的 然后这个是一块料子 这些是一块料子 来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 好 这一块的话是一个观音牌 观音 男带观音女带佛嘛 你看 种水的话也比较漂亮啊 冰冰透透的 拍得清楚 哇塞 来你再来看下一个 叶子 精致玉叶嘛 好简单 这个的话给家里的 女士佩戴吧 家里的女儿啊 或者老婆啊 佩戴都可以 这一块的话也是一个观音啊 也是一个观音 种水的话都是挺好的 都达到一个冰了啊 看到没有 哇塞 舒服 这一块是我最喜欢的 它这一个料子里面出的件 我最满意的 就是这一个 然后你看这一个大肚腹 肚子啊也够大是吧 也够厚 然后你看 我之前看到一个段子 不知道哥哥们也没有耍过 在翡翠界 就有个大肚佛 然后他的那个雕工的话 那个没有雕出来他的奶 然后他就说差评 没有奶 来你再看一下这块啊 就雕的特别的好 是吧 就笑口常开嘛 大肚佛大肚能忍 是不是 这一块啊 这一块的话也是出了一个 小一点的一个挂件 这样子 也是比较漂亮的 如意瓶嘛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种水冰冰透透 这个其实也挺好看的 最后其他就是种水 不是特别极致的地方 然后就给哥哥做了一个手串 然后我带的话 肯定是有点那个啊 大了 因为哥哥是狼式的嘛 所以的话给他做了那么多 应该是刚刚好这样子 这个手串的话也是比较润 来我们好好看一下 靠近一点可以 特别润啊 这个 来我们继续看他的另一块 另一块料子的话 我觉得做的 雕的比较好的 是这个 你看皮球 但是这个的话 它是扣在一起的 比较适合男士配戴皮球嘛 招财敬保 对不对 直径不出 这个的话 还漂了一点点花里面 它这个的话 预计的话就是子母连心 母子连心啊 可以这样讲 然后最这一块料子最好的 我就放在最后跟大家说 然后其次的话 是这两块伤水牌啊 男人要发财 逼他伤水牌是吧 有靠山水牌才嘛 雕工的话也是不用去质疑的 相当漂亮 纯手工雕刻啊 纯手工雕刻 比较立体 它基雕的话 它雕出来的话 可能会比较死板 但你看 手工雕的话 它房子啊 桥啊 山啊 树啊 这些都比较立体 很漂亮的 然后这一块的话 是一个圆的 你看 这个跟刚刚那一个的话 又有点不一样了 它这个这边是山 有点那种日出东方的感觉 然后这边的话 是亭台楼阁 这边是树 是吧 很有意境 它利用好了 它的那一个 里面一点点飘的那一个 花 然后其次 最后啊 这一块 这一块要比这两块的话 又要更润一些 它的肉质 是吧 看得到 你看我这样摆在我手上 厚度也要比那两块 要厚一些 这个的话就是 怎么说呢 四个字 简单大方 好漂亮 最漂亮的是这个 这块料子 出的这个件 也是一个逍遥佛 类似于 很冰透啊 这个佛 然后做的也是比较薄满的 珠光宝气就 啊 展示出来了 是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一批料子的话 啊 到时候这个哥哥 他的那个 风哥的界面啊 那些全部一次性 出来的话 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 再给大家 赌路进去 给大家展示一波啊 因为他说那一个 其实这个牌子 他做的总水的话 不是最极致的地方 他总水最极致的地方 给他加工了界面 那一些 好漂亮 来 行吧 最后来全部给大家拍一遍 好漂亮 对吧 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杨老师的翠油宝宝 记得点赞 关注加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